说到郑凯大家应该再熟悉不过了,不管是他演过的电视剧,还是参加的哪些综艺节目,郑凯的表现都让我们铭记在心。 说到郑凯大家第一时间,会想到的就是她的前女友程小月,程小月大家应该都知道了,小编也是在看过郑凯和她的女友曝光面情之后才关注的她,而且程小月也参加过一些的综艺节目,她也和郑凯一起参加过我们相爱网的真人秀录制,也深受大家的关注。 说到程小月和郑凯一直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看好的一对小情侣,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最终以分手告终,两人是和平分手,说还是朋友,但这条新闻一出引起了很多网友的争论,而且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惋惜。 说到程小月,她从小出生在一个家庭条件非常优越的环境中,而且程小月从小就有很高的艺术细胞,她毕业于多伦多大学,而且程小月的性格非常的活泼,做风也是大胆豪放,程小月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高,程小月不但人常的漂亮,而且她还是一个时尚博主,大家关注她的微博的应该都知道,程小月经常参加各种时装周, 而且她的穿衣风格也是很时尚,不管是美妆护服还是时尚穿搭,程小月都非常的精湛,而且特别有女人味,就在近期举行的纽约时装周,有很多明星去前往参加,在其中正海的前女友程小月也是肯定少不了的,程小月几乎是整个时装周都留在那里看秀,而且程小月的时装造型也是非常好看,各种时装造型都被她展现得淋漓尽致,不管是性感的还是甜蜜, 大家可以看一下,首先是这个性感的黑色连衣裙,再配上这双白色高跟鞋,身材真的是凸显得非常优雅,黑色本来就是显瘦,再加上原本身材高挑纤细的程小月,看上去特别的有女人味,这个也是一个性感类的, 一条花色亮片的连衣裙,非常显身材,把程小月完美的身材曲线的显现出来了,超美的,下面看一下这条成熟显乐风格的连衣裙,看上去黑色的吊带连衣裙,显得非常接地气,